明星可不明场面 猪丹颁奖蝶礼上 叫错嘉宾名字 说张丽娜 对不起哦 丽娜对不起 大家好 我是张丽娜 你丽娜吗 那张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那张 那张你来吗 那张你来吗 看运动员嘴瓢 是怎么花式原唱的 我的对手是小时候 是 是 是 我的一些 就是 一直跟我对战的 你这两个对手吧 所以你感觉怎么样 他还可以吧 只是 因为下一场是小日 小日子库的不错的日本学生 所以 把它拼尽全力了 对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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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仙华和王教尔珍问 何老师是不是东西 何老师不是东西 ok 你还不是东西 东西 他自己拿走 一个人也可以拿走 你人是不可以拿走 是可以一起戴 戴走的 何老师叫错名字 遭到郭敬飞调侃 郭敬飞 我早晚把你换过来 你上一次就念过郭敬飞 你还是还这样 郭敬飞 节目主持人 何顶 哈哈哈哈 白敬廷少读一个字 直接表上高速 他今天好像把我的奶挤成了 把我的奶油给挤成了 郭敬成的祝福语 也太有画面感了吧 祝大家身体快乐 身体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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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 你这个祝福啊 真的就能有画面了 祝大家身体快乐 哈哈哈 黄一国可播的时候 冠名商都替他紧张 一片黑水 一片地面膜的鱼 你就别紧张啊 别紧张 我不紧张 是冠冰箱紧张 撒伯宁说 要烤孙杨的肉 还是烤孙杨的肉 烤孙杨选的肉 张锦鱼介绍产品性能的时候 他读成了 电子产品的性功能 不是 你对电子产品的性能 都有一定的了解吗 哈哈哈哈 何总直接给陈冠希盖名 非常不高 因为我觉得很不礼貌 啊 因为他一直就是处 就这样 然后 就这样 一直在笑笑笑 没完没了 笑了一整期 我就强撑着把他主持完了 他就要走了 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说陈先生您是很火 但是呢 其实对我来讲 你只是我今天的一个来宾 我尊重你 但我觉得你也要尊重我的工作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应该认真的 听人家讲话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不熟 你一直在那边笑 也是不对的 他就说 是因为你今天全程 都在管我叫陈亦迅 陈亦迅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